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没有谁会注意到 以皇帝内经为纲领的中医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没有中医 中华民族能否自信地走过几千年的岁月 或许我们沉默了 上个世纪初 大概是西方物理学界最激动最不安分的年代 昂然屹立了近三百年的经典物理学大厦 竟然开始摇摇欲坠 法拉第 麦克斯维 爱因斯坦 波尔 海森博等一批物理学态斗 用最先进最精密的科学实验 将牛顿的空间容器连同那条绝对流动的时间链一起打得粉碎 一个对西方来说极为新颖的思想 以叛逆者的姿态宣布了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的物质世界不是牛顿所描绘的机械的世界 它是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不可分割的整体 用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的话来讲就是 我们的日常经验 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上 都是与宇宙的大尺度性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以致根本不可能设想这两者可以分离 浏览这段文字 我们悠然泛起一种近乎亲切的感觉 似乎我们非常熟悉 在儿歌里 在神话里 在悠悠计千年的历史中 突然我们惊讶 作为当代物理学两大支柱的相对论 量子论所得出的结论 竟然神奇地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这个思想相当完善地体现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一部著作中 这部著作便是《皇帝内经》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 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公元七五三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月色迷蒙 夜风微寒 一行僧人离开扬州龙兴寺 匆匆朝江边赶去 这个秋夜长江边上的脚步 给中日文化交流时重重画上了一笔 从此 中日两国人民 世代不忘这个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 建真大和尚 建真大和尚是唐代著名高僧 为了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在此之前已经历了五次渡海失败 历时整整十二年 这次悄悄离开扬州 是他第六次东渡的开始 第六次面对无边无际的惊涛海浪 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并且双目失 建真顺长江而下 到达江苏长属路苑镇 然后由此扬帆出海 公元753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 建真抵达阿尔奈波岛 即今天的日本冲绳岛 再由冲绳出发 经种子岛乌九岛 于十二月二十日 抵达萨摩国阿多郡丘吉普 即今天的日本陆尔岛传边境 至此 建真大师东渡日本的宏愿 终于实现 十二年的辛酸苦辣 也圆满地画上句号 茫茫大海 永远记下了大师的奸人 大师的百折不挠 到达日本的时间 是公元75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号 受到了日本的天皇 非常热烈的 规模非常盛大的欢迎 因此日本都是臣民 都知道了中国来一个大僧 高僧十分的欢迎 这个建真阁上到达日本以后 他带去了呢 有佛经 佛家的经典 有儒家的经典 有佛教的法器 还有中药 那么呢 还有医书 钱老说 其中最重要的是 杨上善注释的 皇帝内经太素 日本政府三次把太素 作为国宝金文物 现在可以看看他这个 国宝金的文物 国宝 皇帝内经太素 这是太素卷子本 建真大师曾经担任这里的住持 一千二百多个春秋流逝了 大师的精神不灭 中日人民的友谊 仍在这里延续 日本天皇发布了一个命令 让日本的所有的针灸医生 和内科医生 必须认真地学习 皇帝内经太素 北宋时期 朝廷在宰相韩旗的建议下 设立教证医书局 教定整理历代医书 但是 皇帝内经灵书部分 却因为残缺不全 无法进入教证范围 直至北宋元佑年间 高立国使者携带全治 皇帝内经灵书 进宪北宋朝廷 想以此起换中国历代史 和册府原规等典籍 对此 礼部尚书大文豪苏氏奏本 极论其不可 苏东方连上了五个奏折 真的不同意改 后来通过礼部的研究 说实际上我们现在 还是交换了吧 因此苏东和五个奏折 没起作用 这样的话 在1093年 中国才有全本的灵书经 多亏宋哲宗皇帝 没有采纳苏氏的意见 照搬高立所献皇帝真经与天下 今天我们才可以一睹 灵书的全貌 皇帝内经是部什么书 为何如此重大 以致日本国视其为国宝 而高立国有足够的信心 以此换取王朝的治国大法 为了得知人们对皇帝内经的了解程度 我们分别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郑州 太原 西安等城市 进行了街头采访 知道皇帝内经吗 啥子 皇帝内经 搞不清楚 请问您知道皇帝内经这本书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 您听说过皇帝内经这本书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对于这次采访进行了统计 我不知道的占75% 黄帝内经 什么黄帝内经 外面称 你知道那个皇帝内经吗 知道 黄帝内经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才 通过宣传广告 宣传广告 那么你知道那个皇帝内经的内容 你知道吗 就是补充大脑那个脑白经吗 不是的 那就我错了 请问你们听说过皇帝内经这本书吗 黄帝内经 你们说过 具体内容没没看过 您知道那个我们中国一部那个皇帝内经这本书吗 听说过 听说过 听说吧 知道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主要是治病的吧 治病 黄帝内经 知道或听说过的占25% 我们对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山西大学等大学 非中医专业的部分学生进行了采访 结果是知道与不知道者各占一半 你知道那个皇帝内经这本书吗 不知道 知道不过没看过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你知道吗 听说过吧 不过具体的不太清楚 是人大的学生吗 学什么专业的 统计学 统计学 知道黄帝内经这本书吗 什么 黄帝内经这本书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你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过去学会啊 听说过 看过吗 没有 黄帝内经这本书你知道吗 哎呀 我不太清楚了 对吧 黄帝内经啊 知道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你知道吗 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写了吧 这本什么样的书呢 讲身体里面的那个吧 是医学吗 啊 这个它里面它里面写的一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什么中草药之类的 您知道这部书对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起到一定什么样的作用吗 应该是保存了一种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因为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 是外国人所没有的 是这种文化的保佑对于我们民族来说应该是一本很好的遗产 是我们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的 那么黄帝内经到底是部什么书 对我们民族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一批著名专家 黄帝内经它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 中医内经这个书并不是讲治病的 不是医学 现在人呢总结出来 中医不是现在讲的是医学院讲的医学 它是讲人怎么长寿 它是研究人怎么长寿 怎么长寿 怎么不得病 这么一个一种学问 它有两个地位 一个地位是中医学的一个基础理论的构架的一个最早的一本著作 第二个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一个议习之地的 黄帝内经离开现在是已经两千多年了 但是呢它的这个理论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在运用 所以中医呢所以能够这么越几千年而不算 而且呢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接受 这个主要呢因为它不但有丰富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有理论 而且这个理论呢是理论的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呢跟现代医学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他们不能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 思维意识这种种方面的都不行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保存最全面的这个一种遗产 它和中国人的这个心理 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的文化积淀是密切相关的 中医学呢实际上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自然科学的发展呢 将来呢未来科学的思路呢 肯定要吸取动化的东西 因为现在呢自然科学在厂 欣喜 时间等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上呢都没有突破 所以呢也在想从东方吸取这个营养 然后呢进行新的科学革命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保充自己 发展自己 就会在这未来科学中呢取得自己的地位 以皇帝内经为指导的中医学 支撑了这个人口众多的文化大国 2500多年的医疗和保健 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 并且至今仍发挥其钢领作用 刘炳凡先生在其著作《皇帝内经》 《林郑指药》一书中说道 中医学说的系统和整体观 是依靠阴阳五行哲学体系构筑起来的 它创造了世界学术史上两个奇迹 一脱离自然科学总趋势的轨道 而仅仅依靠以阴阳五行为特征的自然哲学和经验的积累 迄今还能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 投物极小 居然为一个十二亿人的文化大国的生命保健 做出了令人叹福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代世界医学的发展方向 几乎是向古老的《皇帝内经》回归 这里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在《皇帝内经》的指导下 今天的中医 面对当代社会出现的 癌症 艾滋病 心脑血管疾病 特别是在高发病 疑难病等病症的治疗和康复中 发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作用 1月7号我们是收治了 我们医院也是管都是第一例的那个非典病人 那个姓黄的那个先生 1月24号我就开始发伤了 一粮体温就是38度 邓秋莹 就是我的学生的老婆 月薪是二沙岛的护掌 她是大德陆的护掌 两个都是在 最前线嘛 我两个都病倒了 我带她去查房嘛 那个徒弟啊 我说你赶紧回去 所有需要停掉 然后用上中药 我那天晚上大概是五点多钟开始发伤 那么那天晚上七点多钟呢 就医生就给我开了中药 我就包了 然后我喝了 那么那天晚上大概到了十点多吧 那我们的医院长来看我说已经开始慢慢在退了 那么我从就是从病倒那一天开始我就是一直在坚持吃中药 那么从我1月24号发病到12号的话大概就是不到20天的时间 肺炎炎症已经是基本上吸收了 我们这个治疗又便宜 你看我们附属医院最贵的一个病人才5000块 我2月4号2月中心我就上班了 那么那时候才可能真正开始抗击非典 就是当时还没有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还没有查出它是什么病毒的时候 就是中医参与治疗非典呢 就是中医的它的依据是什么 中医治疗这种病啊 大的范围叫做外感病 张仲敬我们叫医中圣人啊 那么他那个年代呢 他就是和这个温宇流行的斗争 所以他就把他的研究成果呢 都写成上岸论 中医治疗这个传染病呢 已经1700年前就有很大的成就了 中医是天人相应学说嘛 就把人呢放在那个地球玉秀 一起来观察它 这个气候环境和致病物质和人体 那我们是最重视是人体 我不管它那个SARS如何变 不怕 我不 我主要目标不放在哪里 我主要目标放在我们人体上面 中医有句话叫做 正次内存 邪不可干 中南山那个肤治病研究所 收治的病人呢 那是88例 死亡嘛 10例 前头中医没有上去 后来就中医上马了 中医介入 71例死亡 只有一例 这就说明了中医的疗效 因为原来呢 他就请中医去会诊的 后来的不是了 五个中医科的 五个都去他那里去参与查房 等于是他那里的战斗的主力了 那么就说医护人员的预防 吃中药 就是吃中药预防 就靠吃中药 所以不是要靠那个多少层隔离医啊 中医可以用吃中药来增强身体的抵抗 我们很潇洒吃了这个预防药 我们带个口罩就算了 我们第一副说 因为零死亡 医生没零感染 那个刘思昌比我还老两岁 八十九岁 他就会诊 国际卫生组织都说 中医的治疗很奇妙 值得推广 钱学森先生说 中医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真正理解了 总结了以后 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 要引起科学革命 皇帝内经天人学说的出发点认为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生命 皇帝内经详尽的全方位的考察了人 考察了人与天的关系 以医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 阅理学等学科的材料 论证并丰富了天人关系理论 可谓全息的大生态医学理论 皇帝内经是以皇帝与齐博等医臣对话的方式写成的 他与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机密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感受我们祖先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从而发现真正的健康长寿之道 那么请捧起这部神奇的巨著吧 我们摄制组将充当向导 和观众一起 沿着皇帝内经这条古老而又神奇的精神之路 做一次漫步 不过 面对皇帝内经 面对这部对我们民族的繁衍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巨著 面对这个至今仍在继续指导 中医实践的理论大纲 我们的心态显然不会轻松 为此 我们试图建构一个叙述模式 这个模式将使我们自由地出入历史 与今天的不同时空 并能够使我们顺利地通达 我们所期望的彼岸 走进我们的祖先 走入一个既遥远又亲切的空间 我们心里非常清楚 祖先的血脉穿越了漫长的历史 是我们的心脏得以跳动的力量之源 皇帝 即轩原皇帝 史记五帝本纪曰 皇帝者少典之子 姓公孙 名曰轩原 有学者认为 皇帝 皇帝姓公孙不可信 但名轩原 却是有据可查的 国语周渝在 心在天元 与日臣之位 皆在北围 又说 我既是出自天元 天元 又做玄源 即轩原 皇帝之称 则是在统一个部落建立中央政权 成为联盟集团的领袖之后 皇帝生于甘肃清水县 轩原谷 轩原谷又名三黄沟 古籍水经记载 皇帝生于上归轩原谷 归县即清水县 归县之名 在秦始皇之前便有了 另外 皇帝诞生之时 在康熙版的清水县制里 也有记载 范文兰先生 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到 轩原皇帝诞生于甘肃清水 这是养烧文化时期 半地学士住宅的复原 皇帝内经素问 《上古天真论》开篇写道 西在皇帝 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 幼而迅奇 长而敦敏 成而登天 于是 少年皇帝的身影 便在这片土地上 渐渐清晰起来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玄元坑的地方 老四人叫它 玄元坑 玄元坑 原来就是 木学生 这是叫玄元坑 玄元坑 据说是玄元自身的地方 哦 据说是它出生的地方 这等于就属于那种 古老的那种地学士的那种 对对对 不知道 对中国惯例 是在片 这儿又货中关 这人呢 是庭中国临四国 惯例不大件事的 这就是大自元木情 要是它其他一瓶税 因为这个瓶子是 要少文化 呆掉希望 凡是要少文化的 都有这个点击瓶 要是其他一瓶税 拿下一块收入 到货堂里去做 去做 他的院呢 对故事员员的 才垂货 他的孝儿子呢 抱着财货 贴财货 这就反映了 木系四国社会 一个孝家族的 这个审划状况 有学者认为 皇帝时代 大约与 养烧文化时期相当 甚至有学者考证 养烧文化彩陶中的 云文 蛙文 归文 就是皇帝部落的 图腾标志 这是我们中国呢 这个 从上到下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 中国的文明啊 是从皇帝开始 那么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在文件上 是有明确的记载的 那就说 等于说是 最早是皇帝 他们那个部落 就在这一带活动 对 然后后来慢慢地 就迁徙 就死了记载 是这样 我们这的老北 西北 以及这个 所有知道的 都是这样 关于炎帝 古代文献记载 较为复杂 有学者认为 炎帝分作 连山士和猎山士 两个大系列 前者可称 炎帝士 后者可称 神农士 猎山士第七代领袖 名叫鱼王 即人们所敬仰的 炎帝神农 炎帝时代 也与养烧文化相当 养烧文化彩陶中的 日火鸟文等 均属炎帝的标志 陕西宝鸡 长阳山 河南新正 华阳城 湖北神农驾 和炎帝故里 湖南炎帝陵等 即由西往东 至南一线 留下了炎帝的 大量传说 探寻炎帝神农 是我们拍摄的 重点之一 所以首先需要 找到它的出生地 据说这里有个 十分明显的标志 即一条高九米多的 天然巨龙 我们一进沟 便能看见它 没想到 勾上勾下 寻觅了两三个小时 我们精疲力解 突然 一条高九点五米 长七十多米的 天然巨龙 飞腾在我们面前 荒草灌木 几乎掩盖了它的面容 我们差点 与它失之交臂 龙头沟 全场九华里 是一条黄土大沟 奇特的是 这条巨龙 却是石头的 它高高镶嵌在 黄土沟壁之上 我看比较有的那口小铁流 它那水池流流向什么呢 这个 托斯从这个地方 流向渭河 流向渭河 你等于按照 那个皇帝 他后来迁徙的路线 一直发展过去 对 我们由北京出发 经河北 山西 陕西 到达甘肃 这正好是皇帝部落 迁徙时 所穿越的省份 这样 我们便亲身感受了一次 祖先 那博大的心智 和坚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帝族 皇帝族顺落水 渭水 及黄河北岸 沿中条山 太行山脉 直到今天的北京附近 沿地族 则顺渭水 黄河 一直向东 发展到今天的豫南 以及河南 河北 山东 三省交界之地 接下来 爆发了历史上 著名的两场战争 这就是 板泉之战 和 着陆之战 关于这两场战争的说法 第一 这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这两场战争的意义 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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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航城 这也上面沿的 往上走 这就原来里头夹了 还夹了很多绳细 都夹了这里 航城里 现在这边看的不多 那边看的很多 各个时代的那个桃片 时值开春季节 气候还没有转暖 皇帝城沉默地挺立 在寒风之中 考古学家们 曾在这里视觉发现 城内外最下一层 属养韶文化层 视觉出土的文物表明 这里的确是 六千年前的 王城帝都 我们看到 城内的地上 堆积着大量的淘气碎片 从养韶文化 至春秋战国时代的都有 时间跨度极长 这种有花纹的像这种 真的比较晚了吧 这也是生纹 这种 这上面是个脏鱼 你看它说的写的鱼钻 鱼钻就是这个 从这儿转 一个一个 从这儿开始转 这个古代把这叫做太极叶 寒风越刮越猛 皇帝呈现得更加苍凉 一棵枣树在寒风中摇曳颤抖 我们登上南城墙 眼前一个村庄寂寞的横卧在城外 像在沉思 耳边只有风声 因为神农市的渔网 请皇帝来帮忙 打炎帝的第九代夸府和石油的联军 但是初期就是皇帝屡战屡败 石油他们就一直是北上 本来这个地方是石油的领域 最早因为这叫洋河 叫洋水 三干河的支流叫洋水 石油生于洋水 指的就是这里 石油是从我们说的河北省 从北京地区这么迁过来 所以他首先记录 从我们说的君都山 永定河 陵山 翻越过来以后 到入这个延庆盆地 淮来盆地 着陆盆地 所以他比较靠东一点 皇帝呢 他是从西面进来 从三干河进来 他靠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还要往西大约是在30公里以外的 那个河路困体 那个位置上 那么呢 这个他 渔王请他来 必然就往西往 往这边攻 皇帝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 因为跟石油决战 因为他已经是 到了这个地方来 是已经是他们本来在这之前 已经休战好几年了 曾经有个谈判 就是说以三干河为界 这个原因就是说呢 石油 跟是叫兵主嘛 古代的兵主 是他因为已经发明冰冰器了 所以皇帝打不过他 公正地说 石油 并不是古籍所记载的作乱者 他同样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沿石油兵败后南前的路线 可以发现石油大量的遗迹 祖先吃油的形象 又存于事 据专家介绍 当年的吃油寨 就在这个村后的山上 至今保存完好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寨子 你后面那个寨子 你知道叫什么寨子吧 山山的那个城 那边有个北寨 中寨 那是当年谁的寨子 也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就是后面那个寨子 什么寨 什么寨子 这个寨子 这个寨子固子 讲个位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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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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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也有不理事了 四个人 四个人 一棵古松 格外的与众不同 树皮极其光滑 如黄铜胶筑珠一般 在池油泉旁 还有一棵老树 其根部上方 自然生长一个牛头的形状 与传说中 牛手人面的池油 十分相似 穿过唐王村 村后便是池油寨 几千年前的战火硝烟 刹那间猛然朝我们涌来 登上池油寨 可以遥望皇帝城 当年两军对峙的情景 几乎历历在目 古籍太平预览记载 池油是九离部落联盟的首领 他兄弟八十一人 也就是八十一个部落酋长 各个铜头铁鹅 耳上生毛 硬如剑技 最要紧的是 池油集团 已经使用铜铸的兵器了 以池油为首的九离部落联军 首先与炎帝神农 发生了冲突 由于实力不及池油 神农只得退避着陆 得到皇帝的援助 接着 皇帝统帅众多部落 在着陆这片广阔的原野 与池油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战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并且极富戏剧性 我们可以从山海经 陆史 列子 史记等古籍中 见到一些端倪 就采取一个咱们和平谈判 就是议定一个协议 就是说以三更河为界 皇帝这边就在三更河的北面 石油在三更河的南面 这场战争大约持续了很长时间 古籍记载 皇帝与池油久战不胜 皇帝只得暂时退至泰山 三天三夜 泰山被烟雾笼罩 皇帝苦苦思索战胜池油的方法 却一无所获 这时 一位人手鸟身的女神 由天而降 对于这位女神 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 就是说 我们不把她看作 人手鸟身的怪物 而把她看作是 打扮成鸟形的巫师 这位女神 就是玄女 玄女当即将战法 传授给皇帝 皇帝得到战法后 毛色洞开 立即率部投入了战斗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他们就把这个作为前级指挥部 这个本来 这一片地也是一个高台平地 古代有一个特点 他选择这个地方 一定要周围垫于排水 上空来以后 不至于北烟 那么山台高台平地 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这就像一个天然的勾建一样 咱们挖来虎城河 是吧 那么他在这上面 就叫 所以这个地方叫轩辕丘 上台经记得轩辕丘 也叫轩辕台 石油呢 就在那个地方 利用夏天的大雾 来进攻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皇帝 又没有办法 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在那个地方上 有一个叫轩辕 轩辕皇帝的定车台 刚才咱们看到 就是那个有过 轩辕皇帝的租辉 他那个乌龟啊 这头是冲到西北的 这叫当时 因为皇帝是从西北方向来的 就是说 咱们说从甘肃那地方来 古代叫昆驢山 这叫头对天山 尾向东南 四足定四方 那么他把那旗子 就立在那个车台地 那个地方 然后以后呢 这个就是 用这个来校正方向 那么因为严厉呢 这个石油联军 他是从那 这个沟壑里 这么偷袭上来的 他在大雾的掩盖之下 那么皇帝 这个以后 就可以辨别方向了 皇帝渡过桑干河 与石油决战 终于战胜了 石油的九黎集团 有学者考证 这场战争结束后 皇帝与各部落的首领 在着陆县的釜山 开了一个联盟大会 称釜山和福 我们循着这种资路 攀上了釜山 这是个阴天 但风并不闹飞 云层浓重 滴滴地垂压着全山 突然 某层中设出一道关门 直射釜山 这不过几十平方米的山顶 照亮了惠盟石 这个皇帝在战胜 持有夸父以后 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釜山 就是当年皇帝 釜山惠盟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惠盟石 所谓的惠盟 就是统一政令 统一指挥 实际上是建立 初步建立政权的一个标志 把大家在这里 叫何福福山 何福福山呢 他就把当时的福瑞 都收集起来 然后再颁发给大家 那么就去了皇帝的 独孙的地位 那么这个地位 又有一个标志 就是最后就刻了一个 这个四方形的惠盟石 然后呢 中间就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十字形 但是像一个城号 中心是一个圆的 这中心是一个圆的 代表是中央 中央天地 然后这个城 咱们现在看这个 像一个城号 表示天地交五 四面象征四方 然后四方归一 中央皇帝 那么去了天下 共尊的地位 这是四面 南北东西 再加上东北 东南西南西北 那么就点上八方 这等于是天下一统 您认为 它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形成 或者对民族以后的 这个繁衍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 多民族国家的共和 福山和福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是中国北方各族 实现的第一次政治联盟 象征着中华民族 开始初智初行 并奠定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统的国家基础 孔子的弟子子贡 曾经问孔子 古代的皇帝 据说有四面四张脸 可信吗 孔子回答 皇帝不过是选用了四位 合乎自己意愿的人 去治理四方 这就是所谓的皇帝 这就是所谓的皇帝思念了 从此 悠悠几千年间 中央的概念 核心的概念 成为凝聚一个民族的关键因素 释放出巨大的民族力量 皇帝 苍凉的脚步 并没有随历史远去 今天 我们难道听不见 他的呼吸 他的呐喊 他血脉崩张 那鲜血涌动的 声音 当我们把目光投注远古 凝视我们的祖先皇帝的时候 天地之间 一股浩然之气涌向我们 充塞我们的心胸 我们深切感受到的 是皇帝那颗永恒跳动的 博大 仁慈的心灵 皇帝统一天下后 教导人民要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 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 按时节播种和收获 白骨草木 训养禽兽为家畜 并提醒人民 注意有节制的使用水火资源 此时 他有一个重大的举措 这就是带领他的臣子们 开始发明创造 因此掀开了中华民族史上 辉煌的一页 首先是文字的汇总 归纳 整理 综合 分类和发明 这个任务是由皇帝的臣子 苍杰担任的 今天我们很难追溯汉子的起源 因为年代久远 且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但是 作为民族的杰出代表 苍杰无疑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创造 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一个传说时代 因为每一个民族呢 在这个上古的时候 都有一个传说时代 那么没有文字 不等于它不存在 没有遗旨 那很可能是我们今天没找到 那么 因为在西汉的时候 司马迁他看到很多材料 那么这个绝不是编出来的 司马迁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学者 1987年 美国加州大学程真一教授 在大自然探索上发表文章 认为 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 它具有的逻辑结构 与现代科学的逻辑如出一辙 在汉字字形组合 以构成科学技术语言 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 具有多项发展的滋生力 和无限的表现能力 汉字的形象表异特点 尤其适用于现代科技 有许多科学家指出 中国汉字有助于人类的智力开发 此言不虚 因为汉语是一种最智慧 最能表情达意的语言 它所具有的艺术和理性的品格 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古籍淮南子记载 苍结作书 而天语素 鬼夜枯 汉学堂丛书及春秋圆明包曰 苍结于是穷天地之变 仰观魁星园曲之事 覆察归文鸟语山川 执掌而创文字 天为雨素 鬼为夜枯 龙乃潜藏 为完成整理和创造文字的重任 苍结日夜观察天地的变化 那深邃的目光随日出日落 越迎越回 看群山连绵起伏 山势峻拔陡峭 观大河奔流 西铺飞溅 千莫屈指 田龙方圆 甚至长久的凝视 龟背和鸟语的纹理 世上的万事万物 它都了然于胸 于是 经统一的汉字出现了 这无疑是一个大事件 古籍记载 当时苍天突然下起了素雨 就是天降小米 入夜后群鬼开始哭泣 连龙都潜藏起来 真正是惊天地 气鬼神了 也许苍结本人没有想到 他一双粗大的手 竟成就了一个伟大民族 数千年的灿烂文化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特别进行 七八十年代以来 材料非常多 所以这方面探讨开始成润门了 那么集中有些就是 直接就将中国文字的起研 应该结合赤土的陶文来进行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最早的陶文 恐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 中原地区 撤土最早的陶文 科华符号 他才知道不介于陶文 是介于加图上 可在中原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这里所讲到的那 这几片 这五阳 就是河南五阳 假胡的撤土的 别人的感觉 像文字 第二个感觉 他非常抽象 非常抽象 一个眼睛 第三个感觉 是什么呢 他是刻在特定的部位 既然是特定的部位 他就是有特定的意义 在里头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石头上 石器 这是一个器 它是刻在这里 当事人刻在这时候 应该是它有一个意义在里头 它跟文字 应该来说有千丝 文字的起研 有千丝万老的联系 据记载 皇帝和他的臣子们 发明创造有 宫室 舟车 衣服 冠冕 绿缕 甲子 算术 条例 音乐 养残制司 天干地支 也练铜 铸铸银的 在传说当中的皇帝 他是很多东西的 这个发明者 或者是在那个时代 发明的 皇帝的攻击很大 从文化 从政治 从金事 从发明创造 甚至就是说 我们现在用的车 最早的车 也都是皇帝 发明的 那么这个故事呢 是有它可信的一方面 就是代表了一个 四族社会的时代 养残造私的发明者 是皇帝的妻子 雷祖 这是皇帝的臣子 丰厚的目的 当年皇帝与持游 大战着陆 最后 根据北斗星的原理 制造出了指南车 以破持游布下的大雾 协助皇帝 战胜了持游 近年来 有台湾同胞 在此立碑 碑文曰 调山苍苍 大河桑 文明之光 万事 齐昌 陶茂饼先生 在中国古代 史学史略 一书中指出 远古传说中 所颂扬的英雄人物 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的主宰 而是居于群众之中 与他们同甘苦 共患难的领袖人物 这正是皇帝的写照 天下统一后 皇帝最关心的是人民的健康 皇帝内经 灵书 诗传篇 有生动的记书 皇帝曰 于文心诗 有所心藏 扶住于方 于愿文而藏之 则而行之 上已至民 下已至深 使百姓无病 上下和亲 德则下流 子孙无忧 传于后世 无有忠实 为此 他跋山涉水 仿衣寻耀 有学者是这样描述的 战争刚刚过去 一个是恢复生产 另一个就是要使它的种族繁衍 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医药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待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这么寒冷 温度比现在大约要高十度左右 行军高五度 也就是说相当于长江流域的 就很热 那么周围呢 都是湖泊和卢大 那么带来的问题 必然就是有瘟疫 那么他就想呢 如何让大家呢 身体好 因为古代的地方 他所担负的重要任务就是呢 他要懂得医学 那么呢 他第一要使自己 长寿 就是以身做炉呢 就是他要从身上找出 怎么给人治病的经验呢 就是要观察穴位 所以他就像 雷公 西伯 于父 这些个古代有名的 各个氏族 各个部落联盟的 那些个懂医的人 学习医学经验 对于他而说 不是发明的问题 而是进一步总结和综合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他要采药 采药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两座山 就我们这个地方 就叫西陵山 西陵山就是当年 皇帝上山采药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斜阳关 整个厦门这一片 就是三冈河的 三冈河 洋河流域 原来是持有他们在的地方嘛 洋河嘛 三冈河是雷祖在的地方 那么他就跟雷祖 雷祖在这养餐超私 所以叫三冈河 三是桑树的 那么种了很多桑树 那么呢 同时皇帝就上山 皇帝来往于 华山 守山 太室 太山 东兰山之间 寻医学道 往玉州凌辱密县 方广成子 又西行齐山 问齐伯医学大法 回途中 守方雷氏雷公为徒 至华山清水之东兆山 亦父音而抱羊 食味而悲色 寒暑荡之于外 喜怒 公之于内 腰昏凶闸 君民待友 乃上穷夏季 茶五色 利五蕴 动性命 寄阴阳 资于齐伯 而作 内金 使百姓无病 子孙无忧 这样 我们便看到一个形象 一个深切关爱人民 与人民同甘共苦的 领袖形象 这些人物都是皇帝的医臣 是一批卓越的医生 一批满腹精伦的医学大师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那是一个原始的愚昧的时代 因为 我们还不能最终断言 口头交流的思想 与文字交流的思想 孰深孰浅 我们还无法真正窥测 这些中医先驱的灵魂 这是上古医学大师 林毅在崇广补助皇帝内经素问中说道 为了解除人民的疾病之苦 皇帝与齐伯 上穷天际 下集地理 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 发现了生命的真谛 总结出一套完善的生命 科学理论 有学者指出 皇帝内经与齐伯有关 皇甫密在《真酒假以经》中说道 皇帝资访齐伯 伯高等人 详尽地考察了人的五脏六腑 经络 气血 参知天地 厌知人物 本知性命 穷神极变 经络 经络 以及真酒的经庙理论 从此诞生 有学者认为 皇帝内经中有关经络 血脉之论 与伯高有关 这是上古医家 擅长外科手术 史记 说院 《寒诗外传》等 均有记载 其医术之玄妙 令人瞠目结舌 唐朝医学家 王斌 在《皇帝内经》 注释中说道 《鬼鱼区》辅助皇帝发明了五行 详细论述了经脉问题 深入探讨其意理 并认为 《皇帝内经》的五行经脉学说 与它有关 童军山 位于浙江铜炉县境内 中国人起名字 向来是处有因 地名 人名 山名 水名 均如此 童军山 当然不会例外 童军 上古药学家 擅长本草 中医药的发明者之一 桃宏锦在《本草经》 集筑中写道 又有童军采药录 说其花叶形色 药对四卷 论其左始相须 古今一统称童军 使草木金石性位 定三品药物 以为金臣左始 童军是皇帝的一臣 他能辨别草木金石的性位 确定上中下三品药物 他从走遍高山大川 采集草药 详细记录各种植物药材的 花叶形色 立药方 致百姓的寒热之定 根据历代医方考记载 他所撰写的《采药队》和《采药别录》 一直流传于世 这是一个玄湖济的圣人形象 相传 童军老人就在这座山侧的大铜树下 搭了一个草屋起身 整日为您聊急 逆欣慰着解除百姓的病苦 经常有人问起他的名字 他只是直指草屋示意 为了纪念这位善良的老人 人们把这座山叫做铜军山 今天的这个县也称作铜炉县 铜炉便是铜军老人居住的草屋 自从有了人就有疾病 人有了疾病 就想办法怎么来个治好疾病 这个理论是完全可以参数一下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拿到确切的证据 来证明皇帝时期的 已经有了这个什么样什么 对什么疾病怎么认识 怎么治疗 我们还拿不出确切的根据 但是根据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 它的历史时期 在皇帝时期 已经能够这个 中庄稼 不是野生的了 不靠野生的了 你可以中庄稼 这个粮食加工 私之品 我们当时没有棉质型 有私之品 或有麻质型 那么这些东西的发展 就说明了 我们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 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它的医疗水平 也应该是有一定的水平 把皇帝内经 视作脱明之作 古已有之 清代章是 尾书通考 干脆是之尾 可谓简单而明快 问题在于 作为中医理论 纲领的皇帝内经 其思想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吗 亦或战国 或战国至汉代那些年呢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 中医学的思想 皇帝内经的思想 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积累 有一个不断发展 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 成型于战国时代的 皇帝内经 深深内涵了皇帝 与其医臣们的思想 或曰皇帝时代 乃至皇帝时代之前 我国先民的医疗思想 这些思想或口头 或文字 或以其他什么方式 世代相传 只是凝固在皇帝内经之中 否则皇帝内经便是 无根之木 无缘之水 皇帝内经所总结的经验 不见得就是皇帝的经验 但是它反映了中国民族 中华民族的 在那个阶段 我刚讲 在五千年以来的 这个历史过程 它的成就 齐托也好 这个 雷公也好 其他什么鬼 鬼祭祀 都是一样 都代表了 它的一个历史过程 不见得就是真有其人 但是 也可能就是 真有其人的一个 流传下来的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你看 齐托呢 它就是 基本上是这个 在这个 理论 医学理论方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不能够说 所内经里边 所提到一些人 都是虚构的 这位过去 也有人这么来 来认为 但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就是 中国医学发展 那个历史阶段的 一个反应 所以 皇帝内经 是否脱明 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一个民族 健康问题 是其首要大事 它关系到 这个民族的兴衰 和生死存亡 这便是内经 冠以皇帝二字的 全部意义 1937年 中国共产党 祭祀皇帝陵 毛泽东同志 轻传记文 记文说 为中华民国 26年4月5日 苏维埃政府主席 毛泽东 人民抗日 红军总司令 朱德 功前代表 林祖涵 以鲜花数博之仪 致祭于 我中华民族 十祖 轩辕皇帝之灵 赫赫十祖 无华照照 皱眼四眠 月娥和号 聪明睿智 光辟霞荒 见此伟业 雄历 东方 皇帝内经的诞生 不是偶然的 可以说 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年 生命意识的 积累所成 没有这个 极其漫长的 历史过程 没有祖先 对生命的 不断认识 和认识的 一步步深化 出现皇帝内经 这部剧著 是不可想象的 李经纬教授 在中国医学同时 古代卷 序论中指出 中国医药学的源头 历史久远 至少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 从文明的曙光 在天幕上 耀映亚西亚大地之时 遍及神州大地的 促促使前文化篝火 有点道面连接起来 形成燎原之势 逐渐地融化在 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 我们来到仁字洞 仁字洞 位于安徽繁昌县城西南 约十公里的孙村镇 那里山的东南坡上 考古学家们 在这里发现了 大量远古人类 使用过的石器 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这一发现表明 在两百万 至两百四十万年前 我国长江流域 就已经有 古人类的活动了 樊昌县文物管理所的 汪发志先生 向我们讲起了 仁字洞的发现过程 98年5月1号的时候 他们赶到了房产 赶到了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毕竟是一个古事物地点 5月1号赶到房产 然后单天下午就到了 仁字洞这个县上 爬到这上面来 先采集调查一下 单天下午 就是在四五点的时候 四点半左右 就发现了 几颗林长内的牙齿 98年下半年 进行了第一次 正式的大规模的发掘 然后就是99年 就是上半年下半年 2000年上半年下半年 就总共进行了 五次正规的发掘 那么在这个发掘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动物的化石 动物的种类是76种动物 动物的化石标本 是6000多斤 那么在这个动物的化石当中 比较重要的就是发现了 大量的林长内的化石 在残江中下游地区 是这么 这个数量重多的 这种发现 应该说史次突破 9月份发掘 在10月15号的时候 发现了我们认为 第一块真正比较典型的 比较重要的这种 在这一块石器 这个石器是一个石片 是用随时打制成功的 那么然后就是 从98年下半年开始 然后经过了 99年2000年的发掘 总共发现了100多块 就是人工打击的痕迹 非常明显的 这个实识品 还有嘛 就是紫石件 非常典型的就是 古制品 就是用动物的骨隔 加工成的这种工制 最典型的一件就是 用西流的这种下游骨 制成的一个骨厂 从已发现的石器质量 和哺乳动物化石的种类看 人字洞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 古人类遗址 是迄今欧亚大陆已知的 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它将人类在亚洲的活动历史 上推了四五十万年 专家们认为 人字洞极有可能是 欧亚大陆人类的发源地 这意味着 我们民族的祖先 可追溯到两百万年以前 韩非子五度曰 上古之势 人民少而禽兽重 人民不胜禽兽虫舌 有圣人做 购目为朝 已必群害 而民越之 十望天下 浩之曰 有朝事 韩非子笔下有朝事 实际上就是与一百七十万年前 云南原谋人像类似的 我国南方地区的原始居民 如韩非子所说 这些地区 禽兽多而人民少 所以迫使人们在树上 构潮居住 有学者指图 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 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 赤身漏体的 在危机四伏的 苍茫原始林莽之中 艰辛跋涉 整日面对原始自然的 萧萧血气和无边的猙獰 他们顽强地抗拒着狂风暴雨 毒蛇猛兽 他们以集体的力量 以鲜血 以生命 向苍天缩取生存的权力 我们的原始祖先 面临太多的生存问题 饥饿 酷暑 严寒 特别是外伤 不仅发生在 与野兽的争斗中 而且居住在树上本身 也极容易造成创伤 这样 他们不得不考虑 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问题 其中最直接的 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医疗问题 我国先民早在一百八十万年前 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火了 考古学家们在多处遗址中 发现了古人类大量使用火的遗迹 而发明取火技术 则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进步 恩格斯对此评价为 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 摩擦生活还是超过了蒸汽机 人工取火是强有力的催化剂 它是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 使人类从蒙内跨入文明的大门 即使果瓜棒格 青骚恶臭而伤复位 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 钻碎取火 以化青骚 而民悦之 使望天下 号之曰 碎人世 历史进入韩非子笔下的碎人世时代 这大约与十万到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中期至晚期相当 也有学者认为 碎人世时代 约在五万到一万五千年前 王大友先生在其著作《三皇五帝时代》中写道 碎人世时代不仅发明了人工取火之术 同时 我国先民辉煌的观测天象的历史 也发端于这个时代 王大友先生考证认为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和图洛书 正是碎人世观天象的结果 并且由此确定了十月太阳历 天干纪律系统的雏形 古人观天象不是九族饭饱后的游戏 他对于我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先民来说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他直接关系到我国先民的生存 及其生命的延续 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祖先开创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天文事业 当其他民族还迷茫在混沌之中时 我们的祖先已经对天穷的大量星象了如指掌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 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察者 我们的祖先的广告 这就是那个四十五号 这个母猪人透难交为 母猪人的东城用板壳掰了个弄头 西城用板壳掰了个弧头 另外在这个地方一堆板壳还有两根骨头 就现在到天文那个时候就是北东行 北东 这是参容经济的半壳经济 做了坦适时数据时 有钱四百六十年 有钱一百三十 打药在一碗店 举进一碗店的时候 就开始了又来院士弄严 这个每一个部罗 每一个补助命于细尾团 就是当这个部罗联盟秀灵的话 他来透灯打使 就是通过关天响 告诉他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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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命 尊求来去伯仲去惯令 如果这个能刹了 砸了国 那就这个部罗吃饭就是个事 所以这个是古延屋 命摸清除了学者古延屋 在日路里头有这样一段话 就是说三打一赏 下上轴三打一赏 任人皆知天问 那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农业社会 他非常注重观天响 观星响 畅其观察天响 在这个田丘的赤岛这一圈 发现了二十八舟横行 这个二十八舟横行 就是咱们说了二十八修 二十八修 他这个二十八修实际上 就是观察别的行星运动的一个参照系 而且咱们老祖先 观察天响 发现这个东边这个旗羞 样子像个鹿 这就是藏鹿行走 西边旗羞 样子像个鹿 这就是百鹿行走 南边的旗羞 样子像个鸟 这就是竹鱼 背边的旗羞 样子像个乌龟 颤来一只蟹 这就是效果 那实际上是春夏秋冬四季 当古人类向前迈进的同时 他们原先某些坚强的机能 却开始退化了 过去不曾遭遇的一些疾病 悄悄降临 这的确是人类进步史上 所付出的第一笔代价 大概一种先进的获得 往往是某种传统的失落 而原始人飘悄的失落 又带来了疾病的困扰 专家们发现 口腔疾病 创伤性疾病 骨关节疾病 孕产和小儿疾病 普遍的蔓延于我国先民中间 于是他们用泥土 树叶 草精涂过创伤 用尖锐的石块 刺破浓肿 于是石针 骨针 石刀 骨刀等出现了 拍摄中我们看到 我国的先民遗址中 出土了大量的与医疗有关的用具 并且年代极其遥远 足以证明李经纬教授 中国医药的源头 至少已经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的断言 古籍太平预览约 大祭出雷泽 华须吕之 生密西 就是说 在雷泽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 华须氏姑娘见了觉得好奇 把脚踩进去试试 结果怀孕生了福西 随着福西这个充满神话色彩人物的诞生 福西时代到来了 福西即太号 福西时代大约与一万年前的中世纪时代相当 关于福西 古籍多有记载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福西的主要贡献有 首先 他教人民节省为网 应于狩猎和打鱼 古籍牧师 李济说 福西以网罗捕惑野兽加以勋扬 畜牧业由此出现 人类脱离采集自然物的生活 进入渔猎时代 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其次 三皇本济云 造书器以待节省之证 即 以一种记号和符号代替过去的节省记事 符号中最重要的便是八卦 清代文字学家段玉才以为 八卦就是文字的萌芽 其意义重大 目前 从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 硅甲刻画符号看 我国文字的起源 至少可推至九千到七千八百年前 这与福西时代大致相当 三 古时考记载 福西制定婚嫁制度 结束了原始群婚状态 专家们认为 这是人类婚姻制度的一大变革 对于人类生命的繁衍极为重要 四 福西市制作了琴瑟等乐器 并作有福来利基乐曲 这大概是人类最早的曲路 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 二十五支七孔七阴节古笛 这些九千至七千八百年前的乐器 到今天有几支仍能处一奏 对本片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福西在医疗方面的共建 古代文献指出 中医的九针为福西所创 对此我们还无法确认 但是根据中医针边发展的漫长历史 到福西时代形成九针 可能性极大 在春秋时代 河南淮阳属陈国管辖 鲁国的大学问家 大教育家孔子正在这里讲学 一天 一位渔夫在菜河中打鱼 不巧捞出一个长有双脚的人头骨 有人赶紧捧着他去请教孔子 孔子接过头骨凝神片刻 突然震惊了 他说 这是福西的头骨 他繁衍人类功德无量 立应参拜 说完 急忙把头骨放在岸上 枕官胆臣 大力参拜 在场的人文言 一旗下跪 后来 孔子又说服陈国国君 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 隆重安葬福西的头骨 四方百姓运来黄土 修成墓中 并在墓前建庙塑像 世世代代 纪念这位伟大的祖先 我们来到淮阳太号陵 即福西陵 正好赶上当地百姓 祭祀福西的日子 据了解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 这一天 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百姓 涌向这里 自发的祭祀祖先福西 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百姓 周易记载 福西之后 另一位中医学的创始人崛起了 他就是炎帝神农 有学者认为 炎帝神农时代与养烧文化相当 约七千至五千年前 炎帝神农市最主要的活动地点 应在长江流域 并认为神农市是长江文明的旗帜 拍摄中我们发现 有关炎帝神农的传说 主要集中在陕西 河南 湖北 湖南一带 其他省份也有遗迹 有学者认为 釜山河府之后 神农市离开中原南迁 到达淮河汉水之间 湖北隋州一带便有了神农市的遗迹 他用麻织出了布匹 教百姓制作衣服 他开辟了市场 百姓之间从此有了产品交换 他发明了木弦弓箭和冶炼斧头之类的工具等等 对我们来说 尤其重要的是 他开创了中医药学 淮南子记载 当时民间疾病以及中毒受伤的较多 为解除百姓的病苦 神农变长白草 分析其药性和各种水源水质状况 使人民懂得哪些是有害的 哪些是有益的 搜神记语 神农仪者编白草 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 即神农市编白草 分析了解其药性 这样 在陕西河北河南 湖北湖南的大山里 处处可见神农高大而又疲惫的身影 为彻底了解各种草药的药性 神农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 淮南子记下了这段 惊心顿破的日日夜夜 当此之时 一日而喻七十毒 一天中毒七十多次 这需要一种怎样的毅力 怎样的现身精神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天 他尝了一种叫断肠草的草药 顷刻之间 剧烈的毒性 便摧毁了他的血肉之躯 夺去了他的生命 神农倒下了 倒下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神农死了 但他用生命开创的中国医药事业 至今却依然生机勃勃 因为他一开始便和一个高贵不灭的灵魂联系在一起 和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精神 秘不可分 从神农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医的灵魂 这就是对人类生命的神切关怀 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到2000年间 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洪水 于公元前2208年达到高峰 与此同时发生了海侵 大洪水至全国于大灾难之中 面对这场大灾难 中国历经姚舜宇三代治水 动员了全国的力量 滚 贡功 乌之旗 先后卫之卷曲 经过一个世纪 全民族的前赴后继和艰苦卓绝的斗争 终于在雨的率领下治水成功 王大友先生经详细考证后 做了这样的描述 大雨的父亲滚 艰辛治水29年 由于动用了摇帝丘摇帝城的土方石方 来修筑黄河大帝 这些石方土方 在传说中称为西石西壤 顺地以滚 盗用西石西壤为由 起兵进攻滚足部落 将滚杀死在河南登峰遗传 治水英雄滚的鲜血染红了遗传的草木山石 与继承父亲的遗致继续治水 他以疏通为主的方法 相继平治了各地水灾 于是筑九鼎九州铜天下太平 关于大雨治水 民间传说似乎要生动一些 雨为了平治洪水 呕心沥血日夜苦斗 以致三过家门而不入 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 终于制服了洪水 而自己的妻子 却在忧郁之中化作了一块石头 无颜地凝望着丈夫遥远 而又忙碌的身影 直到丈夫类似在惠吉山 大雨在老百姓的心中 重如泰山 可以说 没有以大雨为代表的我国先民 治理洪水的伟大斗争 人们就不可能安享太平生活 就不会有夏商周 以及后世灿烂的中华文明 也就谈不上夏商周医学的重大发展 大雨治水的故事 在中国家喻户晓 大雨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大地 似乎有洪水泛滥的地方 便有大雨的痕迹 我们首先在这个小镇上 找到了一块石碑 接着又找到了几块飞客 可知与王城就在附近 我们这里还有关于大雨的一些什么 留下来什么遗址有没有 从哪个道路过去了 从这里是吧 从北飞客里边 就从这过去 前到 前面走是吧 从你过不去是吧 下雨从在这里 进行过长时期的治水活动 在一片迈地中 我们发现了城的遗址 女王城四周的百姓 自发地捐钱捐物 有的甚至从百里之外赶来义务劳动 在城的遗址上盖起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庙 以致纪念大遗址 中国医学同时古代卷说到 大约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 至公元前七七零年 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 夏 商 西周三个王朝 夏 商周时期 在农业 手工业 建筑业 商业贸易等方面 均有了重大发展 文字走到商代 已经相当成熟 到西周 更是出现了 《易经》《诗经》《上书》 这样光艳夺目的文化居住 同时 这个时期 由于哲学思想 医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为今后形成完善系统的医学理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 到这个 皇帝啊 神龙啊 这个历史时期 或者是在夏商时期 这个 人们在开始 这个 想 究竟为什么 他 因为经验多了 他就要提出来为什么 就是 在夏商时期 应该说 是这个 第二个阶段 就是 探求 追求这个理论问题 当然这个理论问题 比较原始的 在夏商周时期呢 都是还是比较 很 很原始的 到了这个 西周 到了西周 大概这个理论水平呢 就 更高一些了 我刚才说的是 这个 皇帝内境是一个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呢 实际上是在东周时期 从西周开始 到东周时期 他一个理论水平 已经相当的完备了 伊尹 商朝的第一任宰相 是本片的一个重要人物 对我们来说 他的出生 始终是个谜 因为从史料来看 似乎都充满了神话的色彩 而古籍记载的出生地 空桑城有身国 是否真的存在于世 况且 他的年代 有那样久远 我们一时难以确定 所以 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情 我们来到 山东 曹县 这是个星期天 两位值班干部 为我们打电话 向四方查询 忙了半天 最后告知 空桑城 无人知晓 但深种急这个地方 或许 与他有关 提起伊尹 村里的老乡都知道 他们介绍说 这里曾经有一个 规模很大的伊尹庙 年纪大的人都见过 解放初期被土匪烧毁 如今只剩下一个土台子 即原来的地基 老乡介绍 政府保护这个土台子 规定 方圆百米之内 不准动土 在地上 我们看见了一块残缺的石碑 但深种急三字 仍清晰可变 这样 我们便把四千多年前的 有身国 与眼前的深种急 联系起来了 西京变革了 晃河满围 现在原来这个优神四江 都已经在这都出现了 那都看到了 小时候你们都看到 这就变了 那时候有伊尹的像吗 有他的像吗 标像 有有有有有有有 伊尹的像 大连的像 有 就是漢年住在这个地方 在江里面拱大发的时候 他扑了 他扑了 把这两个大连的像 伊尹的出生是在什么 伊尹 伊尹出生 它就是在一个赏院里 幽行是假住一个辅女石斗 赏院才赏兽 吃到了这个 吃到了伊尹 吃到了伊尹 就是抱费这个地方 抱在这儿来 因为他们没父母,所以说,随着幼城寺家族的一个妇女配嫁给唐王。 配嫁给唐王。 配嫁给唐王。 后来附着唐王嫁的赏赵。 把夏朝给灭了。 对,灭下。 就是一人他就更长大了。 一人更长大了。 实际上一人夫城那一句话就是现在。 幼城寺家族就在这儿。 空桑城。 空桑城不是这个地方吧? 空桑城,桑苑。 桑苑,桑苑,桑苑在现在里长有五里地吧? 陆花点。 这是在巨大草原寺的地方写的。 哦,里长还有五里地。 东边,就桑苑的菜桑市道的那个。 啊,等于是桑苑是在那边。 啊,对,桑苑桑那里,桑苑市道的那里,包这里养大了。 桑苑是由神寺家族的呢? 桑苑就是原寺时候的一个寺,寺寺的那个商货。 那那个,那个现在那边还有桑苑吗? 没有,现在没有啊? 怎么讲? 那是没了? 桑苑都没有了。 相传东方有个小国叫永申国。 一天,一个姑娘到桑林采桑,忽然听见婴儿的啼哭,她寻声找去。 竟在一棵空心的老桑树里发现了一个胖娃娃。 姑娘抱起娃娃献给国王。 国王一边派人抚养孩子,一边派人去查访孩子的来历。 原来,这孩子的母亲住在伊水岸边,当时已有了神月。 一天晚上,她梦见神对她说,冲你就出水,就向东边走,千万不要回头看。 第二天,正如神所说,冲你就出水了。 她赶紧告别左右邻居,向东走去。 走出十里路后,她惦记着家园,忍不住回头望去。 只见茫茫一片洪水,什么都不存在了。 此时,她化为一株空心桑树立在大水之中。 这就是伊尹的出世。 实际上,伊尹是成汤妻子的陪嫁奴隶,出身卑微。 她以她过人的智慧和胸态,得到了成汤的赏识。 后来,成为成汤的宰相,成为成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的得力助寿。 她以后,担任了商朝第一任宰相。 伊尹死后,商朝的第三个国君,对她按天子礼仪安葬于此。 历代百姓在墓前广直苍松脆败,以表对她的怀念。 这里我们所关注的,还不是伊尹协助成汤面夏的故事。 我们想要告诉观众的是,中医汤记及中草药肩腐法的发明者,正是这位商朝宰相伊尹。 史记载,伊尹以滋味说汤,即伊尹向商王盛汤谈论饮食之事。 黄辅密针酒假以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转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就是说,伊尹继承了前世传下的神农本草,对中草药做了深入的研究。 她了解中草药的寒热温良的药性和酸苦心肝咸淡的味道,懂得轻轻重酌阴阳升降的道理,明了人体的十二经络。 在她之前,人们服药还是简单的咀嚼,并且是单胃药。 伊尹发明汤液及生药加水肩腐,不仅可以同时使用多胃药,还降低了生药的毒性,从此诞生了中医的复方药剂。 汤液的发明与食物的烹调加工关系极为密切。 而伊尹正是一个既经烹调又通医学的人。 一个是经验积累时期,是夏商周之前,夏商周时期是一个探索阶段。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 这是商代人对当时用药经验的一次成功总结,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 河北省岗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许多设计医药。 这些温暖,很明显的文化层。 像那些什么植物人啊,它是放在盒子里。 对,盒子里。 植物人也是在岗子里。 也是在这个罐里头。 这个叫木木在一个大岗里头,一通白沫。 拿到背景的画颜一红。 对,这是个罐子里。 这个罐子里头已经大。 这是天性的那个。 这个可能跟那些配套的药物。 出土的,医药方面的,医药造酒的做法。 还有这个酵母,还有这个植物中的。 植物中的很多可以药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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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药用的。 很多都是做药用的。 还有那个第一个,也可以说咱们总共第一个,第一把收属岛吧。 哦,还有第一。 那些东西现在都放? 就饭链,在河北生物语言说的。 都是在这儿处理。 这是一口水井,还有一口井是在? 在那边。 在那边。 出土的药物在哪边? 出土药物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探房里头。 从前往下爬出来,从这个地方挖出来。 都是出土的药物,回这个,回这个收属岛。 所以编链,这个编链嘛,是吧。 这个,这个,出土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墓里头。 还有配葬的。 尤其这个,这个,都是一个小鹤鹤。 小鹤鹤,小鹤鹤。 小鹤鹤里边有一边一个,这个帮的那个女奴隶。 看来当时卡病的地位比较高呗。 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得知, 商代在卫生保健、医事制度,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以及药物知识方面均有了较大的发展。 对人体从头到脚,各部位各器官, 妇产,小儿,皮肤,流行病,甚至已经有了外界毒虫进入人体导致痰病的认识。 专家认为,这是生物因子病因学认识的萌芽,是病因学说的一大进步。 另外,关于取齿的记载,是全世界最早的, 比古埃及古印度早出七百到一千年。 客观的评价,这个殷商时期的这个医学水平, 现在这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架骨。 啊,这个架骨。 所以,那这个架骨,现在我们统计和医学, 医学有关的大概有一百多个字。 一百多个字。 那么这个都是在前日研究基础上, 经过我们把它和医学内容加以联系。 你比方说,这个心。 心,它写的那个形状,就和心脏非常相像。 那么它为什么它能够把这个心写成这个和心脏的形状一样? 那么它必然做过人体解剖。 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进行的人体解剖。 但是它必然,它没有看的, 它绝对不会想出这么一个形状来。 这个疾病的疾, 是它这个形状呢, 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的。 像这一类的, 比方是这个酒。 酒呢, 它就是在膝盖上有几个火。 而且很明显的是针灸的酒。 有针刺的形状。 都是这样。 我们根据这些东西呢, 来推断它当时认识的水平。 它不但对心脏的形态也有认识。 而且对心脏的功能, 在生理方面也有认识。 陕西清建商代鬼方遗址出土的石刻人体骨骼解剖图, 可是我们得知, 三千多年前的阴人对人体构造及某些生理现象已有相当具体的认识。 在商代的基础上, 西州的医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专家指出, 从州里的有关内容看, 西州已经建立了相当进步的医师制度, 并且有了医学分科。 州里天官将宫廷医生分为四科, 即食医、集医、阳医和兽医。 西州医学分科, 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据州里记载, 州代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症组织和严格的考核制度, 对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医生考核俸禄制度。 在每年末, 根据病例考核医生平定待遇配给食物。 十全为上, 十十一四支, 十十二四支, 十十三四支, 十十四为下。 一共是五等, 十次当中没有一次失误的为第一等, 失误一次的为第二等, 到失误四次, 可是最下等了。 这样的考核制度, 无疑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极特殊的历史意义。 换言之, 在中医学开始建立形成的时候, 便有了一整套医症医疗制度做保障了。 这漫长的生命之路, 是人类不间断地寻找自我, 寻找生命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生命意识的积累, 为皇帝内经的诞生铺设了最为坚实的基石。 在这样一片坚实的土壤之中, 开始孕育一个伟大的奇迹。 或者说, 这个奇迹已经成熟, 经过了十月怀胎, 它即将诞生。 似乎整个世界, 整个历史, 整个民族都在期待着这一刻, 期待着这一声石破天惊的啼哭。 在人们祭祀祖先的时候, 也包含了对自我生活, 以及对亲人的良好祝福和祈祷。 如今, 这种祭祀活动已演变成一种民俗, 一种庙会。 男女老少自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如潮似涌, 欢声宣天。 在这样热热闹闹的氛围中, 祝福和祈祷始终存在着, 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善良的, 美好的情感表达方式。 很子涂 WORKER ап主, 容易 thrive其 tons, 如此作为热闹到 AND 小炙在活上, 是用可调LS Group和祈祷4 的干什么手搞的吉良況 和黛犬傑, 水幹毕竟来区全球 人类毕竟猫是 Plug täll开, 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艺术中指出 如果说对生存与死亡的忧患 构成了古代人类宗教信仰的内屈力 从原始思维中产生的宗教神谱系 形成了人类追求生命 躲避死亡的指向的话 那么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宗教仪式方法 则是古代人类沟通人神 隔绝人鬼 平息心中忧患的途径 这样我们便随着葛先生的话语进入远古 远古巫术在人类的生活中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它几乎涉及了远古人类的所有领域 其中包括医疗 有学者指出 远古巫师在对病人施以巫术方式的时候 实际上或说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心理治疗作用 这种心理治疗常常与人们心中的那份良好祝愿十分合拍 从而巫术便在此刻发生效应了 皇帝问齐伯 我听说远古时治疗 仅通过巫师的类似心理治疗的方法 便可达到调理人体气血的目的 而今天治病药物和针鞭都用上 有的病能治好 有的却治不好 为什么 齐伯回答说 远古人居禽兽之间 以运动的方式避寒 在阴凉的地方避暑 既无羡慕乃至嫉妒别人的情绪 也没有什么升官发财的想法 这是一个甜蛋的时代 由于精神平和 并且难以深入他们体内 通过心理疗法条理 人的自我免疫能力 便可达到克服皮表之病的目的 今天不一样了 人们的思虑忧患过多 又不遵循四季养生的规律 所以小病变成大病 大病势必为重 仅以心理疗法 显然是不能奏效了 中国古老的甲骨文的一字 写作一 它反映出远古的这样一个事实 即那个时代巫医为一体 说文言从巫 指的正是这种状况 我们无需回避 这个今天看来有些令人尴尬的岁月 因为差不多整个人类都经历过它 所以这种张卜的方法和治疗的方法 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当然是有关系 原来就是说了有个巫医同源 张卜主要是巫啊 巫术啊 医呢就是治疗 这两个原来是童年的 所以我们中医的医子 下面 古字的就写个巫 下面那个字就是个巫 因为最早时期啊 这个医疗上面 那巫术也是一种治疗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远古巫术是医学 哲学 宗教 艺术 甚至更多文化领域的助产式 没有它 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类 是如何从萌内跨入文明的 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乌诞生之前 人类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医疗卫生事件过程 即人类的医疗卫生 先于乌 并为乌医一体提供了一个必须的条件 实际上各个民族啊 就在最早的时候 他可能都是有一种啊 就是对于人体的这种结构啊 对于人体的这种激励啊 他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时代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呢 他就是说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那么他必然 就是要想很多办法 要来治愈这个病人 前面说了 就是他对这个病理呢 他并不了解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他又要想治这个病 那么他只能认为呢 这种这种病呢 可能是跟神啊 有关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要沟通这个神 那么肯定要通过悟 他要通过悟 古人一方面苦苦祈求神灵的庇佑 一方面也执着地寻找 对抗疾病与死亡的办法 古代乌医的结合 正是人类在这两方面努力的结果 出入命门艺术之初 无医术 它是用符咒 驱神 祈祷等方式 结合药物 手术等 为病人治病的 一种原始医疗方法 它曾经是 古代人类生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医学 便这样步履蹒跚地 从神灵世界向我们走来 中国医学同时 古代卷指出 由原始社会晚期到阴伤 乃至西周前后 乌医 在中国医疗保健中 曾居于显药地位 远古的乌医 实际上是一群神奇的 身怀绝技的人 他们的故事 可真是有点惊心动魄 山海经 海内西经记载 台明东 有乌棚 乌底 乌阳 乌吕 乌帆 乌相 等一批杰出的乌师 他们掌握了不少灵丹妙药 山海经 大荒西经也记载 有乌贤 乌吉 乌盼 乌棚 乌孤 乌真 乌礼 乌底 乌谢 乌罗 十位乌师 出没灵山之中 携带着各种药物 说文技术 一位名叫 彭的乌师 是皇帝的一位医臣 皇帝曾让他与同军一起 研究药物处方 以及针刺等医疗技术 陆史也有关于乌鹏的相同记载 朝元方的诸病元后论中 记载了中古时代一位名叫房的乌医 擅长儿科 在对小儿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 记忆高超 并有儿科处方流传于世 孟恒记住了一位远古乌医乌贤的故事 士本认为乌贤是因商的开国元勋 其功劳可与医隐相提并论 他尤其擅长心理疗法 随着物的产生 过去我们以为物的产生 是给医学带来的阻碍 但实际上不是 这个物啊 他等于是最古代知识分子 他这个时候啊 从这个体力劳动里边 这个拖出来了 他就可以不做体力劳动 来专门研究学问 那么他就要问究竟为什么 但是这个物医呢 他并不完全用祈祷 他就是当时就讲 他说这个 皆操不死之要 就是所有的物医呢 他不单是祈祷 给你来祭祀鬼神来治疗疾病 求对这个祖先的谅解 这个减轻你的痛苦 而且这些物医呢 都掌握了治病的药物 就是说 除了祈祷之外呢 他还用这个药 医药的 就是在他之前的经验积累 来治疗疾病 宁戴韩世怡通中 记录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 说 有一个巫师给病人看病 探明了病情后 私下用药物当作墨汁 写了一纸字符 然后当着病人的面 将字符放入水中泡化 让病人喝下 病人福后果然好转 在病人看来 这是符水的神效 而我们看到 让符水发生神效的 却正是药物 离开了药 单凭巫师的做法 恐怕无济于事 由远古走到五千年前龙山文化时期前后 巫师的活动已经有了一个极佳的载体 这就是举世文明的补古补甲和甲骨文 于是 我们告别巫术 转向占卜 从一个神秘的领域 跨入另一个灵异的门槛 谢维扬先生 在至高的哲理艺术中指出 巫术的目标 是企图直接影响或控制事物 而占卜的目标 主要是解释事物 同宗教的目标类似 那么在甲骨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一种记者 就是说这个伤亡啊 他就问 我生病会不会好 有没有灾难 这个里面他提到比方说牙不好 他的眼睛不好 或者说这个身上老发汗 躺在床上 那么这个类似的记者 非常的对 那么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那么他只有通过这个占卜 比方说这个龟甲 这样一些东西呢 比方说他在这个龟甲上呢 他是用东西去 用这个树枝烧红来的 他去烫它 烫它以后证明了出现裂纹 那么他通过这个裂纹呢 这个形态 他就判断 这个裂纹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 那么这个病会好 或者还是不会好 那么这样一种用龟甲来占卜呢 还可以推到更重 现在在龙甲时代就出现 有学者指出 因伤人以为鬼神是直接使人治病的主要原因 因而祭祀鬼神 嚷除疾病的乌风盛行 其主要方式有 祭祀祖祖祖宣 诉说病情 祈求保佑 祭祀神灵 其情解除疾病等等 除此之外 乌医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医学知识 从殷商甲骨文中可以看到 殷人占卜中 对因为风导致的疾病 与日月运行相关联的疾病 与季节气候相关的疾病 与劳心过度导致的疾病 甚至对因为嗜酒引发的疾病 都有所涉及 此外 乌医们还在《补词》中 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实量 公元前十二世纪 也就是三千二百年前 商王武丁 教乌师为妃子诀占卜了一次 其甲骨补词原文是 遗丑真复诀 玉子王吉 他的意思是 在遗丑日 乌占卜伤王武丁的妃子复诀 任身中不要生病 另外还有一例 真王奇奇目 意思是 伤王武丁患染病了吗 甚至在殷伤的甲骨文中 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案记录 即 记述了一个人 由发病到死亡 一百七十六天的全过程 这些充分反映出当时的乌医 除了掌管祭祖 除了掌管祭祀和占卜外 还监管了医疗工作 即乌医一体 甲骨文在周朝持续发展 尤其是西周早期 考古学家在这时期的多处遗址中 发现了与商代甲骨风格相异 但性质类同的有字甲骨 1977年 在历史上称作周园的 陕西省祁山县凤厨村 著名的西周宫殿遗址中 出涂了一万多片 属于周王室的甲骨 其中有字古二百九十多片 是历史上发现的最大一宗 西周甲骨文资料 我们看到 有的甲骨文制作得十分精致 在这片只有指甲大小的骨片上 竟刻有三十多个文字 这使我们不得不借助放大镜 才能看清他们 甲骨占卜继续在王宫贵族的生活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周五王灭掉商朝两年后 忽然生了病 整日闷闷不乐 江太公和昭公对五王说 我们愿为您占卜一下 五王的弟弟周公认为 这样做是以五王之急 饶恼先王 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周公亲自设三坛 供三位先王 向先王祈祷说 您的大孙子五王得了重病 请先王保佑他 因为他肩负着国家重任 如果上天注定他身亡 我周公带愿意代替他死 接着 由三个巫师同时进行 硅甲占卜 最后三只硅甲合起来一看 大吉 五王的病 居然碰巧也好了 周代的医疗组织 包括了在广大乡村设立无医 周里大据记载 乡立无医 聚摆药 以物急灾 就是说 在乡间设立无医 具备各种药物 以预防和治疗 当地人民的疾病 和对付瘟疫之灾祸 在这个时候 由于神权的关系 他都把它归结成为 鬼神作鬼 作祟 你这个病可能是 祖先对你的惩罚 或者是其他鬼怪 对你的惩罚 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 得罪了鬼神 或者没有注意这个礼拜 没有注意这个 中间鬼神才得的病 所以他那个时候 医疗水平呢 一段时间 就是 依赖于这个 祈祷 治疗的时候呢 他就通过 扎破 来崇拜这个鬼神 进行明星活动 后来呢 扎破时期的 这个义和呢 他就非常反对 这种观点 提出来 说这个 人得病根本就不是因为 这个 得罪了鬼神 而是因为这个 吃了这个 不合适的食物 由于情质的过激 受了这个风寒 受了热 由于气候的变化 而导致了疾病 所以他就 接着提出来 法的这种 鬼神自病的观点 中国医学通识 古代卷指出 无在诞生 以及发展的初期 巫师作为有知识的人 在总结积累 医药知识方面 其作用和贡献 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然而 当医学发展到 以科学的目光 探索病因 和治疗的阶段时 巫则逐渐转化为 消极的阻碍势力 人类的发展 总是进步取代落后 这种进步的取代 约于西周之末 激烈的争论 和最终决裂于 春秋战国时期 大师的物业 认为一切都是贴 贴是自告无上的 仍应该崇拜贴 所以说 各种灾祸 各种疾病 都是跟贴有关 在春秋战国时期 然后好多思想家 比方说 韩费者 熊子 都贴出来 自贴命而拥之 来认为 贴不是什么 一切的主宰 说即使你 对铁忠敬也罢 对铁反对也罢 你该得病 还会得病呢 所以人呢 应该 人定胜天 人要战胜自然 人要 适应自然的过程中 同时要战胜自然 不能够迷行天 这些熊子和韩费者 对这个 巫术的大师的一种 批驳 左传记载 鲁成功十年 即公元前581年 晋国国军 井功击聚生病了 先叫巫师桑田来治疗 桑田占卜后 认定 井功的病 是由于两个鬼魂作祟所致 这两个鬼魂 正是被井功杀害的 晋国大夫 赵童和赵阔 井功不信 辞去桑田 他听说 秦国有良意 就派遣使臣 前往求医 秦国国军 秦桓公得治后 立即派一桓 赶赴晋国 一桓给井功诊后 直言不讳地说 你的这个病 不可治了 因为 病已经发展到 在荒之上 高之下的晚期 而公之不可 达之不及 药不治烟 不可为也 就是说 以鞭食真酒 公治 和服食药物 医治 都已经来不及 除去病邪了 这就是有名的 病入膏肓的故事 这个故事 意味着 乌与医 开始分道扬镳 意味着 医学向 巫术宣战的时代 已经到来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 由陕西 迁都河南 洛阳 东周开始 即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 最为著名的 春秋战国时代 有学者冷静地指出 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 社会大转型期 这个时期 人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才 可使弱国 变成强国 小国 变成大国 一个人才 可成就一个 诸侯的霸业 可使三军 望风批靡 可使他国 心惊胆战 可连续攻略 或吞并他国 从春秋五霸 到战国七雄 大批人人志士 支撑着天下的 兼并战争 史学界认为 春秋战国 共424年 这400多年 漫长的兼并战争 导致各国 急需人才 为达到招募人才的目的 各国都采取了 后招游学的政策 一时间 在思想界 形成了 诸子风起 百家林立的局面 这便是 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百家争鸣 杰出人才 接地涌出 这是一长串 名垂青史的名字 老子 孔子 管子 孙子 子产 墨子 秦子 韩非子 孟子 庄子 邹衍 龚孙龙子 苏秦 张仪等等 一个个或胸怀 治国强国大略 傲视秦雄 纵横天下 或思维超凡 理论精妙 口若玄和 以如道法莫名 阴阳 纵横 兵龙杂等为代表的 诸子板家 为中国文化 输上了 辉煌灿烂的一笔 为中华民族 形成 卓尔不群的 民族性格 和极具特色的 思想方法 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也为最终形成 皇帝内经 提供了 丰富的 思想资源 诸子百家 深邃的思想 是整个人类的 巨大精神财富 春秋战国时代 对我们来说 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这就是 中国思想界 在诸子的推波助澜下 沿着广阔的地平线 奏响了无神论 向有神论挑战的序曲 在医学思想上 则对巫术致病 提出了 前所未有的质疑 一个个 绚烂夺目的 思想大师 奋力荡敌 笼罩在 生命科学上空的阴霾 令生命之光 由巫术的 重重困扰中 穿射而出 为皇帝内经的诞生 准备好了 最合时宜的产房 公元前554年 郑桓公立子产为亲 子产便开始了 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 作为春秋时代 有名的政治家 能使出在晋国 楚国双重压迫之下的 弱小郑国 获得安定 并受到齐国的尊重 能在众多的风云人物之中 独树一帜 可见子产的智慧和能量 子产说 疾病是由于饮食 哀乐 女色所生也 就是说 疾病是由于饮食不当 由于大喜大怒的情感波动 由于沉溺于女色所造成的 除了众国的资产以外 还有齐国的大臣燕英 齐国国君生病 齐神保佑 燕英则认为 疾病是由生活所引起 求神是无济于事的 有学者认为 真正将医术和巫术分离 并使医学摆脱鬼神羁绊 获得独立价值的大功臣 当推春秋末年的一位名医 约公元前500年 伯海俊一个男婴孤孤落地了 这是中国意识上 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 因为随着这个男孩的诞生 中国便有了第一个 真正敢于与巫术较较量的专业医生 这就是齐国医生 扁确 有学者考证 实际记载的渤海境 正及今天的河北省仁秋县的 茂州镇 也有学者认为 正指今天的山东问上县 孰是孰非 暂且不论 我们按头一种说法 来到河北仁秋县的茂州镇 朔丰一阵阵迎面扑来 携带着少量的沙尘 荒阳的大地上 茂州古城游存 古城的城墙尽管伤痕累累 但依然顽强地挺立着 似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一段遥远的历史 诉说着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故事 据史记记载 匾鹊曾与一位名叫常桑军的人相识十余年 对这位常桑军 匾鹊有一种独特的感觉 故一直恭敬礼遇 一日 常桑军招呼匾鹊私下交谈 常桑军说 我年纪大了 但我有一个禁方想传给你 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扁鹊回答 我一定按您的要求做 于是 常桑军从怀中取出了药和书 交给了扁鹊 他说 于草木上的露水饮用此药 三十天以后 你就知晓怎么回事了 说完 常桑军忽然不见了 扁鹊依照常桑军所说 服用该药三十天后 他猛然发现 他竟可以透视墙壁 看见大墙内边的人 再看人时 人的五脏六腑 人的体内病变病因 清清楚楚的尽收眼底 当然 这一段似乎神话的色彩浓了些 但作为文明天下的大医生 他却实实在在的 经过了长期的医疗实践 积累了大量的治病经验 举世充其的中医 望闻问切四大诊法 不能不与他有着极深的渊源 河北 张老师就是扁鹊是 就是他的故乡是在咱们冒州 扁鹊的祖籍 冒州人 神域公元前五世纪 当时学医也在冒州学医 他是在冒州学医 周游列国 后来称我们国家 命中下尔的中医 也叫命医也叫神医 他创造和发展 网闻问切 血埋法在冒州形成 也是 在冒州形成 他医德比较高尚 医术比较精湛 对穷人治病 尽心治疗 你像那一个暴行 是在天间地头难没 人家拼不打住吗 那现在说从不收费 这是一个 另外他走村串巷 天间地头 治病救人 救死扶杀 那一位是给他母亲 治好了病 河北 道谢他的一个 传媒那个造型 那是写的 这都是我们的医院 都是在皇上 在冒州的事情 对 典鹊开创了 望闻问切的先河 其诊断之准鹊 犹如透视一般 他玄乎济世 周游列国 为大众百姓治病出击 他声明脉里 擅长五官科 儿科 妇科 实际记载 他过邯丹 为妇女治病 过洛阳 为老人治病 入咸阳 为小儿治病 用神医二次称呼他 看来恰如其分 典鹊 典鹊 遇到了一真就是命 意思是一进一个村 村 他的死人去没 跟他打了一个对面 结果他发现 这个关锅的人没死 他说 命令太关锅的人 你们撂下 那个人没死 是个祸人 大家惊弃 从他说服 你们看一下 后边走 后边提的学计 这个血并我的经验来说 都是先鸿的血 祸人的血 不是腐修的 死人血都修了 腐修的血 所以大家说服 打开关锅 一针在胸口 把一个妇女下去 她是因为难产而死 小孩的关锅叫上 大人叫祸 这是一针就是命 一定流传到现在 我们接着来到了 河北内丘县 因为扁鹊的大量故事 发生在这里 这里的百姓 与人丘的一样 世世代代纪念扁鹊 扁鹊的故事 也就足足被被流传下来 最明白不过的是 人民心中的悲客 是永不磨损的 我说这个钥匙 这两个 钥匙啊 就是边缺 又气死灰尘之处 咱们这个鞘啊 就是边缺的灰尘鞘 就是弄灰尘 这个钥匙呢 就是说它有 气死灰尘之备的 它的钥匙 就是边缺 就是边缺的 一说故事上 有什么一句话 就边缺好钥匙 弄气死灰尘 对不对 对 这个字 大概刻的 这个字 有 就是弄在碗里面 就是灰尘 把你的刀子 去年给抗掉 一天 扁鹊来到邯郸 郑玉晋国正清 赵锦子患怪病 不吃不喝 不省人事 满朝文武 惶惶不安 赵锦子多一种大病 就是无日不值 喝麻烦了 这个经过 其他大伙 正好啊 扁鹊 路过 经过 扁鹊被请去 为赵锦子 判定 对症下药 三日病好 赵锦子 为报扁鹊救命 将鹏山一带 赵锦子 赵锦子 将鹏山一带 赵锦子 十一鹏山天 是吧 鹏山天四万亩 对 鹏山 就当这个山叫鹏山 鹏山天四万亩 四万亩 对 庚祭山 鱼 鹏鹊 现在就叫鹏鹊 现在就叫鹏鹊 后来 秦国太医李希 极度扁鹊的医术高潮 派人暗害了扁鹊 据记载 扁鹊 遇难地点 为今天的 河南汤阴县 福岛乡 如今 这里仍保存有 扁鹊庙 及其墓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传 扁鹊遇难的消息传到鹏山 百姓悲痛欲绝 几个青年 跋山涉水 历尽千南万县 到秦都咸阳 盗回了扁鹊的头颅 葬于此地 并建庙祭祀 十二秒 这是松一宗 多一场周兵 这是江川 松一宗 多一场周兵 是一耳为提 虽然虽然虽然有 那没好 千刀一 千刀一 这个太直播后的时候,他就把他们边区里面求医 他还打承到这个边区减了免疫后,在没有回到宫的时候,这个风影的话病得好了 这个病得好医的时候,他就问边区里面,四号神医 四十号,阴以往上,阴以往神医为后 这就是记载了那个当年赤峰的神医这个 蒙古人,母母于直愿耳念,随之微微冲耳语 因为他一样,一样一样,特别道理,提姓南达师 因病,因为病,那坑道义,就会坑道义 因道义神医王妙,于世后,于世云 我一少神医王朝曼金,天开命得其难神 气候无形,直参数 贵子,就说贵太子,贵子忧艳,他有着愿份,忧艳会单身 雷雷,雷雷,山性一山不漾 河北内丘县的雀山寺里,还保存着自元代以来的许多悲客 这些悲客全是纪念扁鹊的 新语资质篇记载 扁鹊在魏国遇到一个垂危的病人 当他准备给病人医治的时候 却被病人的父亲阻拦,说 我的儿子病得很厉害了 我们将为他请一位好医生 这种病不是你能治的 他们拒绝了扁鹊 却请来了一个巫师,求福请命 耽误了治疗,结果病人死亡 在巫术的烟雾仍然密布的春秋 扁鹊勇敢地公开向巫术提出了挑战 扁鹊有一个宣言,即有名的六不治论述 其中最后一条特别醒目 信巫不信医,六不治别 这句话出自一位神医之口 无疑对天下百姓是个极佳的触动 拍摄中我们发现 全国各地的纪念性妙词中 以纪念扁鹊的为多 这是人民对扁鹊的真实评价 弥满了数千年的巫术之风 似乎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情感屏障 在诸子与医生们的合力冲击下 这道屏障开始出现了裂纹 而横空出世的皇帝内经则造成他最后的崩塌 皇帝内经五藏别论之初 信奉无数的人不必与他讲医力 厌恶真实的人不必与他讲医疗的作用 拒绝医疗的人病必定治不好 就是治了也没有效果 上古曾有不少遗书 可是由于历史久远已全部遗失 我们只能从一些古籍中看到一些书名或只言片语 只能用心灵用想象去感悟我们民族昔日的智慧之光 这里我们有一份极不完全的书目 大药 本病 五色 齐衡 脉经 上经 下经 奎夺 阴阳 这些医书 无疑是皇帝内经最为直接的医学理论前驱 可惜已全部失传 他们 女诸子 女众医生的一起 呕心立血的做好理论准备之后 便肃立一旁 默默地注视着 注视着中华大帝之上一个伟大奇迹的发生 皇帝内经 诞生了 一部及前人哲学医学及民族智慧情感灵魂的生命巨注诞生了 这个皇帝内经 它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 它的成书呢 虽然现在有各种不同看法 但是比较一致的还是认为是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著作 当然这部著作呢 不是什么一个人的著作 而是集中了很多医学家 在当时的认识水平 或者领域水平 而撰写完成的 它所总结的这个 是在春秋战国 包括春秋战国以前 可以说三五千年的医疗历史的许多个医学家的经验总结 皇帝内经诞生了 它的诞生 标志着中华医学摆脱了无数的束缚 走上了独立的科学的发展轨道 标志着中华医学最终形成 和确立 从此中华医学便有了一部神圣的理论纲领 皇帝内经创造了中国的中卓的医学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 那么还是有很多新的认识 皇帝内经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它如灯塔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照亮了中医学的行向 它是中华民族的圣殿 指导历代医家治病救人 普及天下 从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直至今天的中医药学 经历不开这部圣殿 皇帝内经是一部最权威性的著作 所以历代的医学家 对皇帝内经都是奉作经典 那么一直到现在 不像古代医学家那么样的敬重 但是他对医生的思维方法 指导思想 在临床方面一个病人来了 他有问诊也好 望诊也好 然后根据对这个疾病的判断也好 几种可能经过辨别 哪一个可能性最大 来确定治疗原则 用些什么药 这些基本上都还是内经的思想 这个就是皇帝内经素问和灵书 字数并不多 两本书加在一起了十六七碗子 但是他就为中医的基础理论 变成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一直到现在 中医的从事临床的专家 研究中医理论的人 这是一种不可悦的 非常重要的筹刀 同时 在继承发扬皇帝内经理论精神的基础上 历代医学大师们 又进一步完善发展了皇帝内经的学说 形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卷志浩凡 明家林立 张仲锦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素问灵书这部书成书以后 在中国历传不衰 历传不衰 那么在继承发扬这个素问方面呢 有重要的几个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位 就是张仲锦 张仲锦商汉论里边说 他写商汉杂病论的时候 他曾经很好地研究过 素问和酒卷 也就是林处精 提起张仲锦对于皇帝内经的继承 在他的这个序言里头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商汉杂病论有个序 这个序呢 他想得很清楚 他说卷用素问酒卷 八十一难太无要路 一样大陆 变平来变正 和商汉杂病论来 所以他的整个思想呢 是写了一部《沙汉杂病论》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这是代表作 而这本书的写作的理论基础 指导思想都来源于皇帝内经 张仲锦生于公元150年 足于公元219年 东汉末年南阳郡灭阳人 南阳郡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市 张仲锦的事迹 始建于唐代甘伯宗的明一路 书中记载 张仲锦向同俊的张伯祖学习医术 当时的人评价说 他的学识和医术都超过了他的老师 他的著作 其言精而傲 其法简而详 非浅文寡见者所能及 太平预览引何勇别传记载 何勇对其医术赞叹不已 他说 众井之术 精于博足 起病之宴 虽鬼神莫能知之 真一世之神医也 东汉末年 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年代 全国处于军阀割制状态 狼烟滚滚连年战乱 与此同时 瘟疫流行 全国百姓生活在深重的苦难之中 正如王灿的奇哀师所说 出门无所见 白骨必平原 文学家诗人曹植 有更详细的技术 建安二十二年 力气流行 家家有僵尸之痛 世事又豪气之哀 或和门而异